我们继续去到罗马书第九章 刚才Robert也提到第九章是比较复杂的 其实第九到十一章也是比较复杂的 提到这个神的旨意的奥秘 不过我们还未继续介绍之前 我们首先读一读经文 我希望说完整章 不过我们读一到十八节 我们会用以认的方法 我读单数的节数 大家一起读双数的节数 开始先 我在基督女说真话 并不方言 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 吸我作见证 我是大有憂愁 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咒作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他们是以色列人 哪儿子的名分 荣耀 诸药 律法 礼仪 应许 都是他们的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 按肉体说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清重的神 阿门 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 因为从以色列生的 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不因为是阿伯拉罕的后裔 就都作他的儿女 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这就是说 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宣是后裔 因为所应许的话 是这样说 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 撒拉必生一个子 不但如此 还有利伯家 基从一个人 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为了人 相指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只因要显明 神简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呼召人的主 神就对利伯家说 将来大的 要服事小的 正如经上所记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素是我所护的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断乎没有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代谁就恩代谁 据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 彰显我的权能 并要使我的名 全遍天下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叫谁耕眼就叫谁耕眼 我们下来再祷告 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知道你的心是一个怜悯的心 但我们也知道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 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我们各有不同的祭遇 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你给我们很特殊的怜悯 让我们明白一切的起起跌跌 在你的旨意之下都有祂的尾意 今天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明白 罗马书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明 好 第九章到第十一章 开始是罗马书的第二个大的部分 十二到十五章 就是第三个部分 就是应用的 十六章就是文后的说话 九到十一章就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为什么会去到这个所谓的历史问题呢? 其实我们要去到第一到第八章 就是我们已经说完的这一部分 第一到第八章 基本上保罗是要解释这个所谓恩信清义的道理 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都是靠神的恩典 第一到第四章 就是第一部分的上半部就是比较是反面的 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夸口的主子 第一部分的下半部 第五到第八章 就比较正面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圣灵里面 所有的祝福神的保守看顾 第八章结尾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首的诗 如果你记得我上次讲到的话 我们都一起读 第八章最后的几节 保罗就讲到 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不是将来的事 又不是过去 又不是天上 又不是地下 所有的权力都不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但保罗说到这里 你可以说用今天香港人说法 说到很高兴 但是忽然之间第九到第十一 整个味道或者方向整个转了 就不是说我们在主里面那种甜蜜 而是说要面对一个 就是保罗觉得很难处理的问题 就是关于犹太人的所谓拒绝福音的问题 为什么去到第八章 接着第九到第十一章 保罗要处理这个问题呢? 可能是他主观的情怀 因为第八章说到神的爱这么伟大 可能说到这一刻的时候 他会想到他心爱的以色列人 他心爱的同胞犹太人 为什么他们这么固执不肯接受神的福音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假如你有些至亲 传了很多年福音 他都不信 你去报道会 你看到很多人举手 我们有一个报道会 看到很多人举手走出台前 可能你的心都会有些又甜又酸 甜的就是有人能够信耶稣 有些酸酸的就是为什么我爸爸妈妈 或者我离开了神的那个子女 为什么他们还不肯信耶稣 或者还不肯回头呢? 可能保罗去到这个时候 都有些又甜又苦的感觉 甜就是他知道神的基督的爱 多么伟大 但是有些苦苦的味道 就是为什么他的同胞不肯信耶稣呢? 如果你看到这个使徒行传 我们都知道保罗去到每个城市 他第一样做的 都是首先去犹太人的会堂 首先跟犹太人宣讲耶稣的福音 不过通常在使徒行传一次又一次 你看到他说完就被人踢出会堂 你说完不合道理的东西 于是他就转向外邦人传福音 结果外邦人就很有反应 我想保罗如果可以让他选择自己的命运 可能他会选择 不如你叫我做犹太人的使徒 在加拉太书里提过的 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 他就是外邦人的使徒 不过可能这个不是保罗 特意要选择做外邦人的使徒 而是他对犹太人全福音没有结果子 所以结果神拜令他走的是外邦人使徒的老 保罗一方面对这条路是感恩的 但两方面他又觉得心里很矛盾 为什么我每次跟犹太人传福音 为什么这么少人相信呢 所以第二节他说我大有忧愁 心里常伤痛 为我的弟兄就是犹太人 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奏在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如果说得上白点 保罗好像说如果我下地獄可以救到犹太人 那我不如下地獄吧 不过当然保罗知道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 第一不合神的道理 其他人的救恩不是要我们受苦的 第二件事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里看到保罗对他的同胞那种爱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提醒我们去爱我们的同胞 我们爱中国人是很英分的 我们努力和中国人传福音也是好事 或者应该做的事 无论道路有多艰难 现在国内有很多的限制 但是我们都要努力去尝试 这里也提醒我们 其实一个爱国的情怀是很宝贵 甚至我们是一个中国人不是意外 甚至保罗是一个犹太人都不是一种意外 甚至你爱你的民族 不在乎国家民族很强盛 就是犹太人当年不是什么强国 他只是一个殖民地 只是罗马帝国一个殖民地 一个小小的族裔 不在乎我们的民族有多强大 也不在乎我们的民族的带领人 是好人还是坏人 当时犹太人所谓的带领人 就是那些法利塞人 保罗在法利塞人里面受了很多的苦 不过保罗没有因此而恨护他自己种族 他知道他的种族和他的带领人 那些所谓有政治权兵的人 好不好是没什么关系的 如果有另一个talk 在说民族爱国之情的话 这里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反思 不过今天不是要讲这个题目 所以我们继续去 第一到第五节基本上就是说了 他那种对同胞的那份爱 第六节开始 保罗就尝试去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去诠释 或者保罗从头到尾都没有解释 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没有接受福音 我想这也是不能解释的事情 保罗尝试给一种诠释 就是说从我们信仰的角度 我们应该怎么去了解这件事 或者怎样给这件事 就是犹太人 当时没有信 其实今天的犹太人 很多都没有信耶稣 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意义呢 第六节 保罗首先 六到十八节 可以说 接着就是保罗给的第一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 首先他要强调 就不是神的话落了空 为什么神的话 当然就指旧约 就是第四节那里讲 就是那些礼仪、律法、约等 犹太人没有信耶稣 当时不代表神已经拼弃了 或者不管旧约的应许 不代表神已经再是犹太人是他的选民 保罗也说不会这样的 他不会把他说的说话取消 完全重新再来过 保罗接着去解释 但是这个恩典之药 即旧约都是一个恩典之药 但是这个恩典之药的对象 不是所有血缘上是犹太人的人 就是犹太人 神的恩典不是靠DNA去传播 神的恩典是靠什么呢 靠简栓 保罗接着就用沙拉 即山以撒的例子 作为一个比喻 如果大家读旧约知道这个例子 就是亚伯拉罕 就是老了都没有儿子 所以就找个妾 就跟她和妾同房 可以这么说 其实都不是妾 不过就当是妾 就是同房 于是妾就生了以撒马利 这个耶和华对阿伯拉罕说 但是以撒马利不是所谓被选选的后裔 所以是从以撒 另外一个子在以撒的后代 这个才是阿伯拉罕真正的后裔 所以保罗就用这个例子去说 这就是说欲生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唯有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是后裔 即神的恩典 不是一定按着血缘 以撒马利都是有阿伯拉罕的DNA 不过他不是神简犬阿伯拉罕的后裔 这个也提醒我们 首先你要明白 保罗强调这些事情 某程度他是在回应当时犹太人那种自负 当时的犹太人会觉得 因为他们有阿伯拉罕的血缘 因为他们有旧约的律法 他们懂得旧约的律法 所以他们就比其他的人外邦的人更加优越 如果你看福音书都知道 有一段耶稣就说 主人的食物是不会给狗吃的 其实耶稣那里是引用当时犹太人的说法 觉得那些外邦人好像狗那样 记住犹太人看狗就不像我们看狗那样很可爱 记住这些是流浪狗 看外邦人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保罗首先要解构犹太人的想法 因为我有阿伯拉罕的血缘 DNA在这里 所以我就被外邦人优越了 接着第九节也是继续讲这个例子 利伯拉罕就是以撒的妻子 你记住了 阿伯拉罕和沙拉就生了以撒 于是乎以撒和利伯拉罕就生了雅各和伊素 两个例子 就是以撒和伊什玛利是一个例子 接着他要提第二个例子 就是以撒的两个儿子 以撒和雅各 这个例子又代表了什么呢 第十节不但如此 在利伯拉罕从一个人 就是我们的祖宗 就坏了人 因为在阿伯拉罕 那个例子 以撒和伊什玛利是两个不同的母亲 他说这里就不是了 同一个母亲 都是利伯加山的 雅各和伊素 而且不但只是同一个母亲 相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只因要显明神所拣选人的旨意 十二节神就对利伯加说 将来大忌要服侍少 不但只是以撒和雅各 是同一个父母 而且他们同时又生出来 他们是孙生的 而且孙生出来之后 神又特意选那个小的 旧日就知道 小的是指雅各 大的是以撒 总之不知神的旨意 总之雅各就是被选的族裔 以撒就不是被选的族裔 以什玛利后来他的后代 变成了今天的阿拉伯人 巴勒斯坦人 这些都是以什玛利的后代 以撒的后代就是以东人 不是犹太人 而是以色列人 唯有雅各的后裔变成了以色列人 保罗这里强调 用第二个例子更加突然 第一个例子强调 不是所有有血缘的都是被选的 第二个例子更加强调 神的选选是很好悲的 同一个老父老母 同一个时间生出来 总之一个被选选 一个没有被选选 而且选选的规矩 他会跟当时的文化相反 当时的文化和中国人文化一样 长子的孙应该是拿那份大的 但是神总之选选了个老耳 不知道为什么 说到这里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什么反应 一些以色列人可能会很激气 因为他强调一件事 你明白他是在解构当时以色列人的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因为他们有血缘 所以他们更威力 第二个说法是为何神选雅各 不要以色列人 当时有些犹太人 武罗时候的犹太人的解经 就会说因为神知道 神是永恒这种预先见到雅各 会做的好行为 神预先见到以色列人会做的坏行为 包括为了一碗红豆汤 放弃长子的名分 神在永恒中预先看到 所以便简选雅各 因为他知道雅各是好人 以色列人是一个不好人 保罗在这里强调 这种犹太人的想法是错的 神简选一个不简选第二个 不是因为神预先见到雅各比以色列人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色列人是我所护的 即是说到神刻意要拒绝以色列人 当然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可能就会很不舒服 就会有第十四节 保罗已经预计了我们一般人可能有的抗议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 神选一个不选一个 神不公平 我小时候都说我儿女最喜欢说这句 It's not fair 你有几个小孩就知道 整天都要听这句 It's not fair 不公平 为什么神选一个不选第二个呢? 而且九章十三节 保罗讲得很绝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色是我所护的 为以色都没做过任何事 神恨护他 不过第一你要明白 当然部分十三节是反映 就是犹太人那种的语言的审法 就是这本是用对比的 正如耶稣说 人若不恨护自己的父母 就不能跟从他 那不是代表真的我要争死父母 而是比较上耶稣一定要有我们生命的优先 而且我们看回这节的经文 十三节其实背景就是来自马拉基书一章四节 那里其实有点历史 其实我刚才说到 雅各的后代就是犹太人 以素的后代就是以东人 你可能会记得 旧约是有以东这个国家 那些犹太人都经过以东 接着去以东 那在《生命记》里面 就是神秘摩西的律法 就说到 那些犹太人要对以东人 是对他们好的 因为祂是你的弟兄 即是你的侧神 即是你的唐表哥表弟表姐表妹 或者中国人就是唐 是你的唐弟兄姊妹 所以神不是以色的人恨护那些以东人 也不是说神是从起初已经真是争死那些以东人 为什么有马拉基里面会出了一些捷经文 其实就是当时那些犹太人 一些秘老归回的犹太人 什么叫秘老归回 就不解释了 越改越复杂了 整个旧有历史跟你说了 总之有些秘老归回的犹太人 就回到犹太地的时候 就投诉 以为今次我回到以色列 就发福了 由巴比伦可以回到 应该好复杂了 怎料回去的时候 就很贫乏 就是地方经济发展不好 用今天人说法 就是行政混乱 总之很多东西都不好 所以以色列人都在投诉 神 你又带我回应许地 但是我们生活得这么艰难 你是不是玩我们呢 在这样的处境 先知马拉基就说了这句话 各是我所爱的 以色是我所互的 其实主要就是 马拉基就要提醒以色列人 你说我对你不好 你看一下以色列的后代 就是以东人 那以东人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当耶路撒冷淪陷的时候 那些以色列人就走到以色列 抢东西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有个贼走进你屋绑住你 那样 跟着你个不知什么 你个哥哥还是你个弟弟 经过刚刚不知为什么 半夜来探你 什么原因 刚刚看到个贼绑住了你 那他又不走去绑解你的绳 他就跟贼说 喂 我知道甲曼的贼是什么 不如我们开了他分装吧 就是以东人做的大概是这样的事情 就是他们本来是犹太人的所谓亲戚 但是他没有帮助犹太人 反而当外族人去抢弃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些以东人就一起去抢弃一份 所以神后来你可以说要惩罚那些以东人 所以俄巴迪亚书 另一篇旧的书会说多些 所以后来以东这个国家是没有了 今天你不知道没有以东人这个存在 因为国家黄了 以东人散居各地 就没有了以东的民族 所以马拉基提醒当时的犹太人 你说我对你不好 看看我如何惩罚你的敌人 你知道我多关心你 好了,讲了这节也讲了一段时间 总之我想告诉你 到这里来说 保罗要强调一件事 就是神的怜悯出于他的主权 他的重点不是说神要整死一些人 他主要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有些人蒙神的怜悯 为什么有些人信耶稣 答案就是神的恩典 套用回今天的场景 如果你去问 为什么有个人不信耶稣 为什么我跟A君传了这么久的福音 他都没有信呢 A君个人这么好 答案是没有答案的 保罗说我不知道 不过保罗就说 问这个问题都不适合的 问这个问题会越搞越搞到你自己头痛 你反而应该问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会信耶稣呢 如果说一个比喻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比喻 我哥哥是在英国做医生的 如果你问他 为什么那些人不会生病呢 他经常给一个答案就是没有解释 为什么这个人有癌症 那个人没有癌症 没有解释 整身就是这样 很多因素 解释都解释不了 反而有趣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不会生病呢 这个问题很有趣 就可以研究一下你的抑制系统 如何可以打败细菌 其实细菌是无所不在的 你的癌症 你的生病病随时都可以发生的 有趣的问题是 为什么你没有癌症 为什么你不生病呢 周围细菌 很好玩 所以保罗就同样说 那些人为什么不信呢 没有答案的 但你应该反过头来问 为什么有人会信 或者为什么我会信 为什么我会信到耶稣呢 保罗就说 你这样问 就开始问对问题了 接着保罗的答案就是 因为恩典 为什么我信耶稣 纯粹是神的恩典 重要性是什么呢 你可以想象的场景就是 我和陈大游一起去报道会 是Franklin Graham报道会 大球场 接着后来 Franklin Graham 最后缺制时间 他说 谁信耶稣的举手 那我就举了手 我信了耶稣 其实我不是在Franklin Graham报道会 缺制的 举了手 我举了手 我旁边的陈大游就没有举手 以后我回了教会 在教会上很温馨 第一承证信会给我很多祝福 诸如此类 陈大游就这一生都不信耶稣了 OK 于是你问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那天我会信 而陈大游不会信呢 其中一个可能性 撞彩 当Franklin Graham说 谁信耶稣的举手 他举手 他举手 陈大游那天肩膀风湿 本来要举 举不了 所以他没有信 这个答案 保罗就会说错 我们能够信耶稣 不是撞彩的 如果撞彩信耶稣 那很害怕 因为你可以撞彩信耶稣 你又可以撞彩不信耶稣 走走一街 撞到一条灯柱 然后就说以后不信耶稣了 做和尚了 什么都会撞彩 所以保罗说 不是 你信耶稣 我信耶稣 不是撞彩 如果不是撞彩的时候 第二个可能性的答案 就是因为我预备好了 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真的有这样谈 为什么我信陈大游不信呢 因为我的心又远一点 因为我个人还有一些良知 当Franklin Graham说世人都是罪人 因为我还有一些良知 所以我都醒觉到是我真是罪人 陈大游已经丧尽良心了 所以没有用的 不会说Franklin Graham跟他传福音 Billy Graham站在他面前跟他传福音 他都救不了 你听过有些人说 我跟他那个人 带过他去四五个报道会 什么大港元都听过了 他将来到地獄都抵他死了 有时候我们发气愤的时候都会这样说 保罗就会提醒我们 不 这是错的答案 为什么我会信 为什么第二个人尽未信耶稣呢 不是因为我有任何东西比他好 不是因为我良心好一点 不是因为人品好一点 不是因为我有任何一分的东西 是比那个不信的陈大游优越 可能陈大游比我更加好的 这个世界上很多非基督徒 比基督徒更加好人 做很多好东西 不是我比陈大游好 甚至陈大游可能很多东西都比我好 为什么我会信到耶稣呢 神的恩典 第一就是能够说神的恩典 保罗就要我们明白这件事 你不要去问别人为什么不信 其实你要记住一件事 那个人今天不信耶稣 你不知道他明天会不会信 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谁下了地獄 不过我们反而要问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会信到 保罗说唯一是恩典 这件事说回我个人 其实我也觉得挺奇妙的 因为我读英华书院的 中学读英华书院 是一间基督教学校 一直都有人跟我传福音 不过我又回过中学的团契 不过又不信 又问了很多问题 问到我的同学又口咬咬 我也很懂得问问题 如果来了忠神就知道我是一个问题老师 接着于是中五会考 当年有会考 会考不阻业得闲得制的时候 我写了一篇文章 就叫做我为何不是基督徒 就投了去学校的期刊 就是学生杂志火炬 解释我不是基督徒 记住我在基督教中学的学生杂志 写了一篇文章 为什么我不做基督徒 用今天的人说法 这些叫做挑机去行为 当然有些背景 我那时候暑假看了 Bertron Russell 一个英国哲学家 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我为何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这些 虽然没有保罗那么厉害 可以逼迫到教会 不过都是一个 都应该叫神都挺伤心的人 在基督教学校 不但不信 还要告诉别人 为什么我不信 所以我经常觉得 最后为什么会信到耶稣 都很难解释 只能最后说一句神的恩典 保罗就说 如果我们能够看得到神的恩典 我们不会绝望的 保罗这里提醒我们 其实好的基督徒也好 比如我们的子女 他不一定会成为好的基督徒 很多一些好的牧者的子女 可能很反叛 包括Frank and Graham 曾经很反叛 不过他回归了 有些牧师的子女 可能还在远离神 其实不少这些案例 不是说你很爱主 你的子女一定很爱主 没有血缘传递不了 我们只能够尽我们的职责 去做一个好的榜样 所以将来你看到 有一个牧者或者长老执事 他的子女不回教会 你不要去指责长老执事 当然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令子女离开教会 未必的 有时我们可能做完最好的事情 他的子女都不肯回家 是一种傲秘 不过我觉得保罗又强调一件事 我们也不用绝望 因为神始终的心意是恩典 这个神最终的心意 他今天不回教会 我常常会鼓励一些父母 一些爱主的父母 如果他们的子女离开教会 不要灰心 神要一个人恩典临到他 那就临到他了 什么人都拒绝不了神的恩典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继续为你的子女祷告 好的 我们继续要去 我发觉我这段 没什么反应 好了 好 保罗在这里继续讲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据此看来不在乎那定义 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 我要将你兴起来 特意在你身上彰犬 你知道当然这个故事 大概就是 犹太人 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 发怒不让他 于是乎降十灾 十灾之后才发怒给他们走 然后走了之后 还要派军队去追他们 于是乎摩西过红海 然后海水远回来 杀了发怒的军队 这个故事大家应该很熟悉 保罗借用这个故事 就算神发怒一个这么恶的人 原来在神的计划之中 都是要兴起来 特意在身上彰显我 就是耶和华的权能 因此神要联敏谁就叫谁 要叫谁肝硬就叫谁肝硬 当然十八节的背景 就是因为在旧约里面 有些经文说到 是神叫法老肝硬的 但我们又要小心 因为从七海日出埃及记里面 也有其他经文 强调法老自己心里肝硬 两种经文都有 有些是神叫他肝硬 有些是法老自己心里肝硬 所以不让以色列人走 我们要记住 圣经强调的不是说 本来法老的人很好的 法老看到以色列人很想应待他 不过神就特意整股法老 不知为什么法老碰到墙 然后就很恨以色列人 不是那种意思 神叫法老肝硬的意思 就是神制造了一个处境 以至法老的肝硬显露了出来 这就是神叫他肝硬 我们要明白 其实我们心中有很多的黑暗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我们可能那么坏的原因 就是因为神保护我们 就是让我们不会跌到试探之中 举个例子 你看到很多的传道人都出了一些性上面的问题 就是关于性的操守上的问题 其实我现在好像没有做过 好像没有做过 但没有做过是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代表我个人特别神性呢 其实不是的 可能因为我的样子太可恶 没有什么美女想勾引我 假如我个人对女生很有吸引力 很多美女都想来勾引我 我会做了些什么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神的保守 以致我们的软弱 没有机会暴露出来 一直保守到我们上天家 哈利路亚感谢神 不过神有一个机会 就要用法老本来心里面的干硬彰显出来 但是怎样呢 时间足够了 十九节那些没时间说 想强调 说完一句 但是保罗强调一件事 始终是怜悯 保罗强调一件事 就算以色列人遇到 好像法老这些干硬的人 或者可以说在我们生命中遇到这些困难 一些似乎带给我们很多逼迫的人 其实神的目的都是为了彰显祂的灵敏 就是让我们明白到任何一些困难 就好像罗马书第八章所说 任何一些困难或者这些所谓恶毒的事情 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你想想那些以色列人 如果没有经历到法老的逼迫 没有经历到过红海 跟着又被军队追 跟着那些海水又走回来 就是没有经历这件事的话 他们很难明白什么叫神的伟大 什么叫神的权能 但是走过这些路 你就知道原来神的怜悯是很真实的 保罗强调一件事 意识的人不信神 他传福音没有人理解他 这个不是他想走的路 不过神就让他在这个路经历上明白 神原来就是要恩待爱帮人 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走的路 但是当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 我们又明白原来神其实都是要向我们施恩 神有怜悯谁就要怜悯谁 我人生走过的路 譬如当年我要去Edinburgh 读书 我都不是我想走的路 最好就是终神继续教下去 我跟你讲的故事 继续不讲 不过去到Edinburgh 发觉原来英国对那些苏格兰 或者对那些特殊需要的儿童照顾很好 发觉原来那些小孩子小 原来在苏格兰读博士 其实对比在香港服侍 其实真的很舒服的读博士 那三年在斯克兰读博士 某程度有些像度了三年假 相对比在香港是很多时间 跟那些女儿一起去玩 去沙滩、去捕女儿 其实当那些女儿小的时候 那三年是很宝贵的三年的时间 我遇到一个拒绝我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可以说我遇到了一个法老 但是回看回来我发觉 原来神讲得很坏 不过继续讲下去 神兴起这个法老 其实都是为了斯廉吻 那三年是神很多的怜悯 不是我计划可以得到的东西 但是就是神在我没有计划之下 给了我的东西 保罗提醒我们 始终神最终的旨意 是要怜悯我们 问题就是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 我们要学习 求神给我们智慧 看到神已经给了我们的怜悯 印殿 我们下来做个祷告 主耶稣 我们求祢去帮助我们 我们生命之中 有时遇到一些困局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疑问 我们会说 为什么这些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会觉得不公平 我们会比较 但是求祢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情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 其实祢已经对我们 施了很多的恩典 祢让我们成为祢的儿女 祢让我们今天能够活在祢的外中 其实祢的恩典怜悯 已经包围了我们 让我们尚存一个感恩的心 去到祢的面前去学习 知道祢的怜悯是多么的伟大 帮助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命 祢签 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